交配时间最长的动物 马岛稿离长达8小时 它们为何如此持久 对于自然界中的所有动物来说 交配是它们将基因延续下去的唯一方法 所以不同的物种根据自己生存环境的不同 从而进化出了专属于它们的生殖策略 由于自然界中危机四伏 而交配则会给它们带来更多的危险 所以许多大型猛兽都会选择将自己的交配时长缩短 从而规避一些风险 可是在马达加斯加岛上 生活着一群神秘的物种 它们不仅没有缩短自己的交配时间 反而将其延长到了8个小时左右 它们究竟是何方神圣 马岛稿离是一种灵猫科的哺乳动物 每年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 就到了它们的交配期 然而在这段时间里 雄性的交配却不会那么顺利 因为对于马岛稿离来说 交配的主动权往往掌握在雌性手中 值得一提的是 并不是成功与雌性进行了交配就万事大吉了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雌性马岛稿离很容易被其他能力更强的雄性吸引 从而转头和别人交配 对于雄性马岛稿离来说 这样的情况让它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屈辱 从而开始发奋图强 让自己交配的时间越来越长 那么雄性马岛稿离为何会如此在意自己的交配时长呢 难道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事实上 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后代获得更优秀的基因 不同物种在挑选对象的时候 也有着它们独特的方式 动物之间的这种行为被科学家们称为性选择 性选择究竟是什么 马岛稿离又会有怎样独特的性选择呢 由于不同物种之间有着不同的生存方式 所以它们的性选择也有着许多不同的地方 以我们比较熟悉的孔雀为例 雄性在发情期时会做出开评的行为 这种做法就是在吸引异性与它们进行交配 一般来说 羽毛更漂亮的雄性就能够获得更多异性的亲爱 这也是孔雀之间专属的性选择 而马岛稿离在交配之前 同样需要通过性选择来决定对象 只不过它们的性选择比较简单直接 交配时间的长短成为了雌性最在意的方面 对于雌性马岛稿离来说 配偶的交配时常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是因为在它们眼中 交配时间越长 就代表着雄性的能力就越强 为了让自己的后代获得更加优秀的基因 雌性马岛稿离便会优先选择那些交配能力较强的雄性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在马岛稿离正式交配之前 它们会经过至少五次的试交配 一旦雄性的交配男能力无法满足雌性的需求 那么它们就会被毫不犹豫地抛弃掉 因此为了能够将自己的基因延续下去 马岛稿离不得不持续提高自己的交配能力 进化成了如今的八个小时 总的来说 这种独特的交配能力也只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交配时间长达八小时 马岛稿离难道不会累吗 按理来说 纯靠自身的体力来进行交配 自然界绝大多数动物应该都无法达到八个小时的交配时间 即使是狮子老虎那样的猛兽 身体也吃不消 但是马岛稿离却可以轻松做到 并且时间还在不断延长 那么它们能够拥有如此强大的能力 是不是有什么秘密武器呢 事实上 马岛稿离的身体构造极其特殊 在它们的生殖器部位 有一根叫做阴晶骨的东西 这根神奇的骨头能够大大提高雄性马岛稿离的交配时间 有了神器的加持 它们才能肆无忌惮地进行交配 可是大部分动物都十分害怕在交配的时候遇到天敌的攻击 而它们毫不畏惧地交配 又该如何躲避天敌的攻击呢 在马达加斯加岛上 不论是气候还是环境 都十分适合马岛稿离生存 更重要的是 在这个地方 基本没有大型野兽触摸 所以对于它们来说 根本不用担心有天敌的存在 如此优越的生存环境 才能让马岛稿离没有后顾之忧的繁殖后代 即便如此 为何马岛稿离的数量仍旧在不断减少呢 相信大家一定可以猜到原因 随着人们对土地的开发 马达加斯加岛上的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 适合马岛稿离生存的环境不断减少 在这样的情况下 它们的数量自然会一直减少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